从180斤已经瘦到199了 马上快200斤了 我们三天都没吃上 一顿饱饭了阿姨 就两碗大米了 我第一的话呢 不在你家里面生活做饭 第二呢 我也不过夜了 就两碗米 哎呦哥姐妈 怪咯 要不要换一家 好像阿姨有点听不懂了 阿姨你过来一下 你妈妈是不是 不太听懂普通话 对 基本上说的都是动画 你帮我跟她说两句好话 就是帮我说两句好话 我是四川的 你跟她说 我借她的东西呢 星期八的时候 我发了工资 也会还给她 你帮我说两句好话阿妹 哎呦 拐了哥姐们 要不要换一家家的吗 要不要换一家 换的话咱们打一个换 不换的话打一个不换 要不要换一家 左上角呢 小张又给你们发了一个 人人500的红包 人人500的福袋 看到了没 记得把这个红色的开关按上 红开关按上以后呢 点开这个福袋 加入粉丝团 发送评论 点击发送 都可以去参与 每个人都有机会哦 500块的哦 领到以后呢 给家里面的孩子老人 买点好吃的 好穿的 阿妹 妈妈怎么说 妈妈怎么说 她说可以了 可以了 哎 阿姨 你太漂亮了 就一点点呢 我吃不了多少 你女儿好漂亮哦 长得好像你呢 你怎么不让她出去打空啊 你家米在哪里啊 阿妹 在那里 在厨房里面是吧 对 走 嘿嘿 哎呦 哥姐们 你先把青菜放进去是吧 好嘞 我在这里等你 这里是厨房是吧 对了 哎呦 这个装修 哥姐们 也是精装修哦 也是非常漂亮的 你家米在哪里啊 阿妹 在那里 在那里啊 你帮我装 哎 我吃不了多少 阿妹 嘿嘿 好 福袋 发了吗 小长 又发了一个500的呀 哥姐们 500块的呀 点开它去邻居就可以了 哪个是米啊 这里 哎呦 我帮你牵口袋 阿妹 哎 我帮你兜着 哎 我的话吃不了多少哦 我只吃个两碗 哎 我吃两碗就好了 阿妹 嘿嘿 对对对 哎呦 你这个是木头盒子哦 嗯 对 哎呦 那再装一碗 阿妹 嘿嘿嘿 哎 两碗 哎 对对对 阿姨 哎呦 乖了 阿姨 你好人多了 就一点点 两碗了是吧 阿妹 够了吗 你听我跟你说吗 阿妹 我还有一个表弟 他跟你一样 也是大学生 也是刚刚毕业的 他正在长身体 就是长那个高高 他一顿要吃三碗的 他胃口比较大 对 再装三碗 哎 对对对 太热情了 哥姐们 这里是哪里啊 小张 贵州省的前东南 哥姐们 苗族 冻住 再装一碗阿妹 再装一碗 哎 这个是自己种的米是吧 对 不用花钱的呀 不过你这个碗啊 一碗要顶那个两碗 确实 我看一下够不够了 哎呦 哎呦 差不多了 够了阿妹 你太善良了阿妹 那我星期八 发了工资就还给你 老爸呢 哎呦 哥姐们 有点吓人 就是阿妹 你这个米的话 它是新米还是橙米 新的 新的吗 就是前几天 我就看了个白大褂 他跟我说 让我吃软饭呢 吃点软饭 我那个胃不太好 我也喜欢吃软饭的 你这个煮出来是 软的吧 软的 哎呦 那就太好了 哥姐们 嘿嘿 就是阿妹哦 你长得真的是 好漂亮 嘿嘿 你是这里的春花是吧 不是 好漂亮 就是光吃这个肉的话 有点咽不下 光吃米的话 有点咽不下去 你家有没有肉啊 猪肉 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嘛 我不爱吃肉 主要是我的表弟啊 他是个大学生 他非常挑食 他没有肉的话 他都不吃饭的 有没有猪肉啊 有 在哪里 里面 里面是吧 哎呦 哥姐们 嘿 我不爱吃肉的 阿妹哦 对对对 主要是我的表弟哦 他没有肉 他都不吃饭的 阿妹 你家冰箱在哪里啊 这里 这个就是 哪个是冰箱啊 这个是冰箱是吧 这个剩菜剩肉我不吃的 阿妹哦 你剩菜剩饭你拿给我吃啊 没有那底下的那个是肉啊 哪里有肉啊 剩菜 你这个冰箱没有几栋式啊 哪个是肉啊 这个 黑不溜秋的 这是什么肉啊 腊肉啊 腊肉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腊肉 嗯 自己家里面养的那个土猪肉吗 嗯 真的假的 这是腊肉吗 哥姐们 发霉了都 有点肥哦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就是阿妹哦 你帮我找个口袋的 对你帮我找个口袋 装一装 哎 我今天太子带的有点少 哎 我就将就一下 带回去给我表弟呢 就是补一个绳子 嗯 阿姨 嘿嘿 你太善良了 阿姨 对对对 哎 人们心也善哦 哎呦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嘿嘿 阿妹 这里有一个 哎 这两个 哎嘿嘿 外扬外扬 帮我装一下 哎 对对对 小张挑什么挑 哥姐们 小张 不是我挑 我表弟非常挑实的 他非常挑实的 就这个是腊肉是吧 嗯 你两块都给我吗 哎呦 你只要一块吗 那当然我两块都要啊 没有 你这么热情又大方 我肯定要嘞 因为你们这里 全部招村后不招店的 嗯 有没有那个大型的超市啊 没有吧 没有 饭店有没有 没有 对呀 找不着吃的 没有办法 哥姐们 这个肥的我们就将就一下 哎呦 乖了 妈 哎 不是 阿姨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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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我是四川的 说 有哥姐们 这个压迫感有点强啊 家人们 这个压迫感有点强 我看一下 接到这个米了 接到这个 这个发霉了吧 接到这个肉了 哥姐们 有米有肉了 就是 阿妹哦 过年多段时间呢 我们光吃那个肉啊 吃了太多了 大鱼大肉 对身体不好 你刚刚讨的那个是 菜 青菜 自己家里面种的是吧 对 打过农药了没有啊 没有 纯绿色食品是吧 对呀 哎呦 你听我给你编 我不爱吃肉 这个肉是给我表弟吃 他挑食 那个青菜我爱吃 你脸咋红了 没有 你脸咋红了 比较热 比较热是吧 那个青菜我爱吃阿妹 小张 给你拿点不要调戏阿妹了 哎呦 哥姐们少数民族的阿哥阿妹啊 就是这么淳朴善良的 哥姐们 人美心也善 你要多少啊 你帮我找个袋子装一点吗 好 我去找袋子 这个是你刚刚洗过的是吧 对 你去拿个袋子装一点 小张等会给他个惊喜 给个红包 给红包是吧 哥姐们 嘿嘿 帮我装一下阿妹 这个是什么菜来着呀 青菜啊 这里加菜 这个拿过去直接炒着就可以吃了嘛 对 我都洗干净了 都洗干净了啊 太麻烦你了阿妹哦 哎呦 你的话你打算以后也是架在本村还是架在外面去啊 本村吧 为什么本村 你本村就是住这个木头房子啊 你那个冰箱我告诉你 我家里面的冰箱跟你这个冰箱都一样阿妹哦 你这个冰箱 没有急冻室 你这个冰箱跟我家里面的冰箱不一样 我家里面冰箱有急冻室呢 嘿嘿 好了 好了是吧 哎呦 你太善良了阿妹 这些东西你就这个就留着 晚上给他们吃 哎 这个是这个是土鸡蛋啊阿妹哦 对 就是家里面养的那个咕咕咕 咕咕咕咕自己吓了 对 是公鸡蛋还是母鸡蛋啊 公鸡蛋 公鸡蛋还是母鸡蛋 你认真的吗 公鸡蛋吓到了 哎呦 阿妹还是 呃 果然是大学生哥姐吗 就是阿妹哦 这个鸡蛋的话 你听我跟你编嘛 没有任何成本 因为鸡生蛋嘛 蛋在生鸡 鸡在生蛋 你家里面只要有老母鸡在 这个鸡蛋永远吃不完 对不对 呃 我和我表弟三天都没开过婚信了 呃 借两个蛋 给我表弟补一下阿妹 哎 找个袋子过来 哎 就两个吗 就两个 嘿 我要不了多少 我也不贪心哥姐们哦 小张也不是贪心的人 这什么冰箱啊 我头一回见冰箱是这样子的 哈哈哈哈 哎呦 给我笑死了哥姐们哦 你们家的冰箱是不是这样子的 家里面 是的话打个是 不是的话打个不是 你帮我牵口袋阿妹 嘿嘿 我的话呢 哎 我两个蛋嘛 嗯 对不对嘛 嘿嘿 哎 我吃两个蛋 哎 我表弟是不是也两个蛋嘛 嗯 对不对 嘿 他也吃两个蛋 嘿嘿 四个是有点不好听哥姐们 但是只剩一个了 就是阿妹 我也不是贪心的人了 这一个我留在这里 留在家里面给你 你家里面是晚上是三口人吃饭是吧 嗯 是你做饭还是妈妈做饭 我 你做饭是吧 哦对 那就好办了嘛 你晚上打个蛋花汤 你多放点水 放一个鸡蛋就好了 嘿 这个我表弟补一下身子 那个青菜给我了 没有 好 别像那个猴子斑包固一样哦 捡了西瓜 又丢了芝麻 是吧 这都是好东西哥姐们 土特产的 在外面花钱都买不到的 左上角小人给你们发的 人人五百的红包 哥姐们 只有二十秒了哦 小张也不是小气的人 看到了没 人人五百的红包只有二十秒 没有去参与的抓紧时间 一键参与去领取一下 哎呦 哇 那个 老爸身体好嘞 你们平时洗澡就这么洗吗 不是 我的妈呀 我直播今天搞没有了 我看一下跌到什么东西了 哥哥姐姐们 跌到了大米 跌到了两块腊肉 我不太想要腊肉 我想吃新鲜肉 但是没有 腊肉 青菜和鸡蛋 够不够了呀 哥哥姐姐们 够不够了呀 够了的话打一个够了 不够的话打一个不够 够不够了哥姐们 够不够了 红包没领到 小张你再发一个 左上脚架了吗 小张又给你们发了一个 人人一百的 看到了吗 又发了一个 小张不是小气的人 够了 给钱小张 给钱 给钱 就是阿妹哦 就是 他们都说让我给这个 就是我是一个开面包车的人 开面包车自驾中国 穷游 我 没有这个呢 没关系 送你吧 这些在你们农村里面 都是自己种的是吧 对啊 根本不用花费一分钱 对不对 但是有点不太好拿了 阿妹哦 帮我找个 找个那个化肥袋子有没有 蛛丝料口袋 拿那个装吗 蛇皮口袋有没有 有 帮我找一个 对对对 我妈妈去拿了 你妈妈也去拿了是吧 哎 帮我拿一下 有点不太好拿了 嘿嘿 哎呦 你太漂亮了 你家里面是 几几姐妹呀 就就我一个 哦 我还有一个哥哥 还有个哥哥是吧 对 就是女孩子就你一个姐妹是吧 嗯 还有哥哥 哥哥多大了 比我大三岁 成家了没 成家了 成家了 现在等于说你就是家里面的啊 小闺女 哦 对 嘿刚刚大学毕业 好紧张 可以吗 两个手串的好紧 哈哈哈 哎对对对 就这个 你帮我撞一下阿妹哦 你帮我把那个鸡蛋放在米里面呢 对 免得等会打碎了 哎 对对对 哎 要是等会打碎了 我就好炒个蛋炒饭 嘿 帮我系一下口袋嘛 再放进去 哎呦 你太善良了 你刚刚说你也不打算加到外地啊 嗯 是不是爸爸妈妈不同意哦 可能是 外地好嘞 你 你见过大城市的冰箱没有 那个是 有冰的嘞 你家那个冰箱都没有冰 嘿嘿嘿 还叫冰箱 笑死我了 哥姐们 小张要给个大大的惊喜 要给阿妹一个惊喜 我知道用户哥啊 放心哥姐们 有没有老粉丝在看小龙直播啊 有没有老粉丝在 在的话打一个在 好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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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姐们这个还有点 哎呦 你别说还有点重呢 就是阿妹哦 呃 你看我像不像好人 像 就是 我还有两句心里话想跟你说呢 就是你们那个村子好大 有多少户人啊 400户吧 400户吧 就是那个路啊 弯弯绕的 嗯 我又是个路痴 你刚刚带我回来 绕来绕去那个巷子 我都迷路 我能不能再麻烦你两分钟 就是送我一下 到我的车那里 我的车停在你们学校那里啊 机车场那里 可能不太行 不太行 你刚刚还说我像好人 你刚刚还说我像好人 现在又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妈妈可能不让 妈妈可能不让 那你问一下妈妈嘛 问一下 嘿 你给妈妈说 就两分钟 送过去 你马上就回来 就两分钟的 你老爸在搓草 哈哈哈 给妈妈说 呃 哥姐们我长得像坏人吗 叫什么 小张是不是长得像坏人 哥姐们 就头发长了一点是吧 小张虽然头发长 但是见识不会短 做人最基本的 道理小张还是知道的 哥姐们 因为小张是一个走乡村的主播 走进乡村 振兴咱们乡村 发现最真实的人 发现最善良的美 觉得小张 呃可以的 把家号点一点 红开关点一点 福带记得去领哦 人手100的红包哦 红包记得去领 别光顾着看直播嘛 哎呦 阿妹哦 你过来我来说 哇我看你扭扭捏捏的 嘿 呃就是阿姨 嘿嘿哎呦快乐 你好人多嘞 嘿就是我是四川的 你们这个村子路太大了 呃我找不到路迷路 我能不能借你女儿两分钟 她送我一下 到我的停车场那里 我的车停在你们学校那里呀 就两分钟就回来嘞 好不好阿姨 我借你的东西 我32号的时候发工资 星期八就还给你嘞 嘿嘿一分钟 乖喽 阿姨看我这个脸上 长着坏人两个字嘛 阿妹 你说两句好话 帮我跟阿妹阿姨说两句好话嘞 哎呦乖喽我说也不行吗 就一分钟阿姨出门在外一分钟嘞好不好 我就说你非常善良吧走阿妹 拿东西操东西走走走 你太吓人了看你像坏人 阿妹呀他们都说看我像坏人 那你怎么看我像坏人 因为可能他们没有见过你本人吧 他们觉得我头发长可能就是说不太震惊那种 其实我之前是学艺术的知道吗 能理解我之前也是 你之前也是吗 嗯 那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式啊 那你能接受长头发的男朋友吗 我是问着正经的问题 不是说我 我说以后 嗯 能接受吗 能吧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是无聊 我估计 因为你们这边的话比较保守 嗯 小张是在哪里直播 是在贵州省的前东南 哥哥姐姐们 贵州省的前东南苗族洞族之之洲 是一个神秘的古村 这下面是水吗阿妹呀 对 那房子建在水上干嘛 这是粮仓 粮仓 对 装粮食是吧 对 那为啥要建在水上呢 没地方 没地方是吧 我建在水上是吧 哎呦 到处都是粮仓哥姐嘛 每家一个粮仓吗 一家一户一个粮仓是吧 对 哎呦 在哪里 在那个学校那里呀 就是那里呀 我特停在你们学校那里呀 就是那里呀 我第一次看到你那里呀 那个村口那里呀 排放那里呀 在那边吗 对呀 哦 就是村口排放 你不会野蜜鹿吧 你也是个路痴哦 我上面也有约停车场 你先带我走到大路吧 阿妹哦 快了 闺女们 阿妹这个心思好像不对劲了 知道吗 他连他村的路都不记得了 小张 你太逗了 等会不要围了阿妹 回去会被妈妈说 我知道用谷歌 我知道哦 刚刚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给红包 给红包 要给红包吗 哥姐们 给的话你们就打一个给 不给的话就打一个不给 要给红包吗 虽然小张没读过什么书 没上个什么学 但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小张还是懂得的 因为刚刚过完年了 红包水症也是带的有 看到了吗 但是有点宝握 只有一个三五张 最基本的道理小张还是懂的 滴水之恩呢 定当涌泉相报 那句老花是咋说的 井上添花的人那不一定是朋友 但是雪中松炭的那一定是安忍 是吧 哥姐们 不给也没拿多少东西 都是自己种地的 不给是吧 用户哥 小张听你们的 你们说给就给 你们说不给就不给 打在直播间的公平上面 哎呦这好漂亮啊 没有 你们这里这个 村子这个环境 只有在电影里面能看到 对真的 走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 踩这个这个是石头铺的路是吧 感觉好惬意啊 很适合在这里定居 就是条件不怎么好是吧 没有通天然气是吧 烧柴火 那在家里面你平时也干农活吗 干嘛 干农活呀 嗯 都做些什么活呢 就是 去坡上除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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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鸡喂鸭 靠山吃山嘛 靠水吃水啊 嘿嘿 靠自己双手创造的财富 对不对 也是很香的 阿妹 哎呦那边是什么树还开花了 快咯 哥姐们 这才几月份就开花了呀 这个是假树还是真树啊 不是那个什么 风景那个树 塑料做的吧 这个是什么树啊 两条走那边 应该走这边 这边也过去 因为这边是小路 走小路是吧 走大路吧阿妹呦 光明真大了 你你怕啥 你怕以后在寨子里面嫁不出去了 吵不到男朋友了 就走今天比较近一点 我都说了我是好人的阿妹呦 你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 等会一分钟还没到的 一分钟过了 就让你回家 主要是你们这个寨子 走路 好难 哥姐们 小张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爬坡 开了350匹的马力 我的车呢 那个有个鼓楼那里的阿妹 我记得 鼓楼在哪里吗 哪个是 对 我记得有个你们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的话哥哥姐姐们 是他们洞族的鼓楼 就是洞族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看到了没 这个应该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也是充分反映了咱们洞族文化 洞族少数民族的勤劳和美德 人工手巧 看到了没 过来吧 走乡村直播太难了吧没有 我在用抖音记录生活 嘿嘿嘿 你有时间也可以关注我呀 好 成为我的粉丝 感谢娟姐送的小金星破费了娟姐 红包没领到小张 再发一个 还有没领到红包的吗 没领到红包的朋友给小张扣个1 没领到红包的哥哥姐姐给小张扣个1 左上脚叫了吗 小张不是小气的人 把手放在这里 3 2 有了有了 确定 没领到红包确定 这里 哎我车就在那里 哎呦那个奥迪看到了没 5个圈圈那个 哦啊没有 这样子 你先帮我把东西拿过来 放到这里一下 帮我先放到这里一下 哎呦 走得我气喘吁吁 就是刚刚去你家里面 这些东西 你爸爸妈妈全程啊 连那个水啊 都没倒一口给我喝啊 我口好口啊 我想买瓶水哦 你要不要喝什么水 我不用啊 我请你 我有这个呢 我有 红牛 我不用 哇哈 水就好了 那你拿算我的 我有钱 老板娘 哪个是老板 哎那个可以 给他喝一点 对 你是老板吗 就是我口一点喝的 口有点可 阿妹你在这边来坐一下嘛 稍微等我一下 对了对 怪哥姐们 我要个四桶油 我要喝四桶油 对 我喝两桶油 然后给阿妹也喝两桶油 好不好呀 哥姐们 好的朋友 给小张打一个好 喝四桶油 能不能拧开 那你拿着手机我帮你拧 来 快 你应该都不会你啊 对四桶 两桶 两桶 我坐好了 谢谢 来给你盖子 四桶油 再拿些什么东西 家伦们 再拿些啥 哥姐们 再拿些啥 你们赶紧帮小张打出来啊 因为小张的话呢 是一个男生 不太通人性啊 哎呦 不是不通人性 就是不太懂得一些人情世故 为人处事 再拿些什么东西 赶紧帮小张打出来 打在直播间的公屏上面 让小张看到你们的名字 呃 老爸 老孩今天又为了看直播啊 爸爸 有没有在直播间 老爸 你在的话 你打一个在 爸爸